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孙莲庆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 首先是药物治疗 我们可以根据中医对身序的不同认识 把它分为不同的症型 然后再根据不同的症型 选择合适的药物 那么这一点一定要切记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比如说根据你的症状 医生判断你是属于一个肾阴序的情况 那么我们就可以服用中医上常用的 比如说幼龟丸或者六位地黄丸进行治疗 如果你是属于一个肾阳序的情况 那么我们就可以给你服用左龟丸 甚至是肾气丸进行治疗 如果是肾经不足呢 或者肾气不足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服用常用的药物 一种药物叫做无子眼中丸进行治疗 那么这是服用药物治疗 那么如果有的人的症状不是特别特别的严重 或者特别明显的 其实我们也可以采用食疗的方法 大家都知道中医是特别讲究食疗的 因为中医认为很多药物都是药食同源的 那么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吃的很多东西 同时也都是药物 那么其实也可以达到一个 对我们肾序进行一个治疗的效果 中医认为肾所对应的颜色是黑色 所以我们普遍的认为黑色的食物 一般都具有不肾的一个功效 所以你像日常生活中 我们比较常见的 你像是黑豆 桑肾 这些黑枸杞 这些既可以当食物 也可以当药物的东西 它都是具有一定的不肾的功效 那么除了这个食物的进行食疗之外 我们其实也可以采取中医一些 所谓的穴位进行按摩的方法 比如我也可以刺激一些 对肾虚具有很好的一个补益作用的穴位 比如像是肾疏穴 太西穴 或者气海穴 观炎穴 刺激这些穴位都有一个很好的作用 除此之外 我们民间流传的许多一些传统的一些保健方法 比如说是所谓的乔天骨 燕金军 提纲 这些都具有一个很好的对肾虚的治疗作用 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出现肾虚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我们生活方式方面的一个作用 所以除了要从药物食物或者穴位这些方面 对肾虚进行治疗之外 那么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